欢迎来到丁丁说车 今天我们来对比两款15万级别的合资品牌紧凑型SUV 奇亚质跑和日产肖客 那我们知道合资紧凑型SUV的主流产品 比如说本天的CRV 丰田的RAV4 那些车都是20万起步的车型 而今天我们要对比的这两款车呢 车身会小那么一点点 但是他们的价位是下滩到了15万这么一个级别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款车 谁的性价比会更高 谁会更强 这一辆是奇亚质跑S1.5T超能版 奇亚质跑的一个顶配车型 关架是15万7千8 那这一辆是日产肖客2.0升的豪华版 关架是16万8千8 其实我把这两辆车停在一起 你会发现他们外观的区别还是会非常的明显 主要是两点 第一呢就是奇亚质跑它车身的尺寸会更大 这辆车会更长也会更高 所以呢它会更有气势一点 而且呢它的整个车身的比例 感觉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SUV的这么一个身材 那相比之下呢 肖客它看上去更像是一辆跨界车 它的车身会更低一点也会更短一点 所以这两个车身比例的这个观感会不一样 包括我站在这个地方 你能发现这个车头明显比这个会高很多 那第二点呢就是奇亚质跑它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会更加的时尚 更加的有年轻的那种氛围 你就看这个车头 奇亚家族式的虎啸式的前脸 然后这个车灯也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形状的设计 包括说这辆车它用了一个撞色的设计 橙色横贯在车头车侧很多的部分 所以这辆车整体给人的观感呢 确实会更加的年轻化一点 那相比之下 肖客这辆车临近换代 它的整个车身语言的设计呢 好像确实会有点老气的感觉 好像也是在提醒大家 这辆车它马上就要换代了 和外观一样 两辆车内饰氛围的差别也是比较明显的 制跑给我的感觉呢 会更加的年轻 更加的有科技感一些 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呢 就是它用了一个撞色的设计 两条非常粗的橙色的这么一个装饰条 整体给人的感觉呢 内饰的配色会更加的活泼一点 那第二呢 就是这辆车它的屏幕啊 会更大一点 比如说中控的触控屏面积会更大 包括液晶仪表的面积也会更大 包括说它中控触控屏下方 这么一个去控制音量啊空调啊 这样一些功能呢 它也是用了触控的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整体的感觉呢 科技感会更强一点 那说到储物空间方面呢 这辆车的挡把前方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格 而且呢 是集合了一个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 再往后呢 是两个小的储物格 左边这个放高速的通行卡没问题 右边那个呢 也可以放一个手机 然后再往后是两个正常的杯架 和一个还算正常大小的中央扶手箱吧 整体的表现会比肖克稍微好一点点 然后说到车机部分呢 这辆车的车机是跟百度联合来打造的 所以呢 它的地图是百度地图 然后具体的功能方面呢 该有的也都有 也会有一些基于百度的一些小程序 这个车机的表现 我觉得在合资品牌中 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 包括说它的自然语音控制 能控制的功能也是比较多的 设计导航啊 调空调啊 包括打开天窗啊 都没有问题 我们简单演示一下 打开天窗 所以在车机这一块呢 我觉得这套车机应该说 更能够讨得今天的年轻人的欢心 肖克的内饰这个氛围就不太一样了 这是一个全黑的内饰 给人的感觉呢 还是会稍微的沉闷一点 包括它这些设计的元素 也没有那么的年轻化 仪表盘呢 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仪表盘 好的地方是这个内饰用了比较多的软性材质 所以质感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 日产沙发 这个座椅坐着还挺舒服的 储物空间方面呢 挡把前方是一个比较小的储物格 这个地方放手机稍微有一点点尴尬 两个正常的杯架和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储物格 这个地方可以放手机 然后呢 一个比较正常的中央服手箱 整体上来说呢 表现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车机部分呢 其实肖克的车机啊 在最近的这个年度款呢 已经有了一些升级 现在至少给了你一个高的地图 而且呢 它可以用自然语音控制来设置这个导航 这个是比较好的 但除此之外呢 这个功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那这个功能呢 应该说在今天来看呢 不算特别的丰富 相比质跑呢 也会稍微差一点 它给了你一些最常用的最基本的功能 但是除此之外呢 也就这样了 质跑的后排 腿部空间两拳多 头部空间 两指多 这个空间表现应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 比较克也会更大一点 后排座椅的高度比较一般 不过呢 因为腿部空间足够 再加上后排坐垫的长度是比较充分的 所以呢 我把腿往前伸一伸 这个腿部支撑还是比较充分的 再加上它后排靠背的这个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坐姿还挺舒服的 很大的一个全景天窗 后排的通透感没有问题 后排地台中央的隆起呢 是比较小的 那中间座椅呢 缺一个头枕 不过这个尺寸的SUV 它宽度所限 后排还是坐两位乘客会更舒服一点 那后排的配置方面呢 两个空调出风口 一个USB接口 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辆车的后背箱的空间和销客 其实差不多 后排座椅呢 是可以放倒的 放倒以后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全屏的状态 销客的后排 腿部空间呢 正好两拳 头部空间 一直多一点点 比质跑会稍微的局促一点 好在呢 它前排座椅的下方 掏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所以呢 可以把腿往前伸一伸 然后这辆车后排的座椅呢 比质跑会更低一点 而且呢 坐垫的长度也会更短一点 所以整个乘坐的感受 我觉得相比质跑呢 会稍微的差一点 全景天窗的面积很大 所以后排的通透感是没有问题的 后排的中间座位呢 也提供了一个头枕 不过呢 后排地台中央的隆起是比较大的 还是那句话 这个尺寸的SUV 后排还是坐两位乘客会更好一点 后排的配置方面呢 同样是空调出风口 加上一个USB接口 然后我刚刚也说了 两辆车的后备箱空间差不多 那这辆车的后排的靠背呢 也是可以放倒的 放倒以后呢 也基本上是一个全屏的状态 好 我们把车开起来 这辆制跑搭载的是 一台1.5T的CVBD发动机 那这个CVBD呢 是现代奇亚集团 在发动机上的一项 比较先进的技术 这个技术用最通俗直白的话来解释呢 就是它能够根据不同的工况 自动的在奥托循环 米勒循环和阿特金森循环之间 进行切换 那我们知道不同的循环方式 其实是发动机在性能和效率之间 找到的不同的平衡点 那你可以在三种循环之间 自动的切换 也就意味着你能够比较好的 去兼顾发动机的性能和效率 那这台发动机的最大功率 达到了200马力 基本上比市面上一些低功率版本的2.0T发动机 这个动力还会更好一点 那实际体验的动力表现确实是相当的不错 你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你马上能够感受到这个动力的这种涌出 这个劲还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你再踩深一点 当车辆的发动机的转速超过3000 4000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发动机确实还是挺有劲道的 而且不仅是说在中速加速的时候 哪怕你在车速80 100以上高速上加速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台发动机的这个性能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比那辆销克会好很多 比同级别的绝大部分的发动机的动力表现也会好很多 然后这台发动机匹配的是一个7档的双离合变速箱 那这个双离合呢 首先它换当响应是比较快的 而且呢它的平顺性的表现在绝大多数的路况下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除了说在低速走走停停的路况 或者说你一直轻寒着油门 然后你突然深踩油门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感受到一些比较轻微的顿挫和闯动之外 那日常开其实我觉得 这台变速箱的平顺性是完全能够让人满意的 包括今天早上我在从家里面出地库的时候 我还专门体验了一下 就是我让它在如形的状态下去爬一个 还有一点坡度的这么一个坡 它基本上也不会溜坡 而是能够比较平稳的把这个车开出这个地库 所以这台变速箱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 然后呢 这套动力系统的油耗水平 其实我觉得也是表现还不错 这两天我开下来呢 基本上也就7个多油 而且呢还包含了一些比较 去体验它性能的一些驾驶方式 所以基本上跟那辆肖克差不多 但是呢这台车的动力比肖克可是要好很多 相比之下呢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就没有那么积雪了 这辆车的底盘是比较舒服的 比较软的 然后呢它的滤震效果还不错 然后操控的响应呢就是我说的 不会有那种运动的感觉 而是一个比较自然 比较轻松 比较好开的这么一种风格 日产肖克搭载的是一台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151马力 然后匹配一个CVT的变速箱 那这套动力呢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 它的特点就是动力初段的响应会比较的积极 所以你在城市里面开中低速条件下 你完全不会觉得说这个动力不够用 你会觉得这个动力响应好像还不错 但是呢当你跑高速的时候 车速在80 100以后 你要再加速的这个能力呢就会相对的弱一点 所以整个动力的表现 从动力储备的角度来说 相比制跑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那CVT的平顺性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呢在你急加速的时候呢 它的转速的攀升还是会稍微的慢一点点 所以这套动力整体给你的感觉呢 还是一个很家用很买菜的这么一种风格 适合比较温和的这种状态去驾驶 然后这辆车的底盘呢 其实可能跟你对一台日产的预期 有一点点会不太一样 它没有那么的软 我觉得这个底盘的调教呢 应该说是比较中性的这么一个调教 比那辆制跑呢会稍微的硬那么一点点 不过呢 它的基本的滤震效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经过一些比较小的路面坑洼 还是比较大的减速带级别的这么一种颠簸 基本上能够保证一个基本的舒适性 肖克的转向手感 其实在两三年前那个比较老的款型上呢 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回震力就会比较的小 所以那个时候它的转向手感其实不太舒服 但是呢 最近的这个年度款呢 这方面其实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优化 所以现在转向的这个手感还是挺自然的 包括整个转向的响应 因为它底盘我刚刚说的悬架没有那么的软 所以这辆车呢 在日常驾驶的条件下 你会觉得整个的转向的响应还是比较自然的 并不会说非常的运动 但是呢也不会给你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 所以整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肖克这辆车今天开起来的状态 就是一个家用买菜属性 但是呢 对于日常驾驶来说呢 好像也是比较顺手比较自然 整个操控水平 我觉得在同级里面算得上是一个中等到中上的水平 辅助驾驶方面呢 这辆自跑搭载的是一个L2级别的辅助驾驶 包括自适应巡航和车道驱动保持 那这两项功能的表现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整个的体验呢 还是挺稳的 而且呢 从实际体验来说呢 它是允许你相对比较长时间的双手脱离方向盘 我觉得整个体验还不错 还有一个小功能呢 就是当你开启导航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去读取导航的一些限速的信息 然后来限制它自适应巡航的这么一个车速 那肖克呢 我们试驾的这个版本 它就几乎没有搭载任何的辅助驾驶功能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定速巡航 所以这方面的配置呢 直跑还是会有些优势 最后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对比的这两款车呢 走的都是性价比的路线 实用性相比同等价位的 本田兵制XRV那样的小型SUV 会有一些优势 相比之下呢 临近换代的肖克 凭借没有明显短板的产品力 和比较大的终端优惠 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 而直跑凭借更强的动力 更丰富的科技配置 和更时尚的风格 在今天的对比中略胜一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